大家好,我是阿远 今天我朋友送了我两条黄鱼 今天为大家做一个红烧鱼 咱们先把鱼载一下 把鳞打掉 这个黄鱼把身上鳞打掉 头部的这地方鳞一定要打开 因为这地方鳞是最腥的 把鱼拿了盆过来 鱼已经在沙滑了 咱们现在在它身上划几刀 便于入味儿 这黄鱼拉的时候稍微浅一点 因为这个鱼属于蒜味儿的 容易顺 对鱼,咱们先准备了炖椒蒜 先把大蒜煲一下 把鱼的送起来了 咱们先把鱼煎一下 煎一下时候放两个姜片 那样鱼皮不容易做 我这次放油比较多 这样鱼比较容易定型 不好意思啊,今天就可能做失败了 因为没有掌握好 鱼可能被煎坏了 因为我这锅它熬度比较大 确实是我熬油的时候也没有熬 这怎么烧啊 彻底做失败了 把这条鱼直接喂猫了 比较快 这是我第二次做了 这回尽量完成吧 这回要炸 不斯眼咧 外 데方是再次炸坏啊 咱们这回在鱼身上拍点变鱼定型 把这些椒片跟蒜子先撬一下 烹锅烂酒 米醋来上一层 上油 开入水 如果家里边有高汤的话,就是胡桃汤的话,可以用胡桃汤烧 这样出来更好吃 没有胡桃汤的话,就是呛锅的时候放点五花肉片 一边汤咱们再少来点蚝油 汤里边再少来点白肠 开锅以后,咱们把鱼放进去 锅开了,咱们先调一下味儿 开锅以后,咱们小会儿喂着它就行了 鱼已经炖好了,咱们先准备起锅了 我在家炖鱼最讨厌的就是鱼起锅 特别容易起锅 所以说,把头签砍了它 再拿个馅儿来,俩人起来,有点气不来 鱼捞出来了,咱们把剩的汤汁稍勾点水淀粉 水淀粉开了以后,咱们打入点明油 今天鱼做好,咱们先吃鱼 现在烧着水,这会儿把饺子下来 今天再尝尝鱼了 给你拿个馆儿吧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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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鱺 鱼 中文字幕 李宗盛